接下来会不会回调啊 回调啊 大胖接近掌听吧 我也说一会 回调 想的太简单了 你给我拿50万我去炒股 都挣钱了 搞怕就张10% 一天就5万了 快点的嘛 机会难得呀 咱们已经算是吧 平调我哪儿了 这50万呢 再说股市 那是准备的地方 哪有委员政府费的呀 你才贷款20万给我呀 哪怕一分钱 我告诉你现在是牛市 机会难得 你不买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咱俩一个月就1万多 啥时候能发家呀 这波行情 一周就把咱们时间 一年的钱都给挣了 今年的声音又做得很艰辛 6月份的时候 刚买了房子 手上也没有多余的钱 我准备把装修的款 全部满仓金了 富贵险中求吧 陌生的朋友们 如果10月份能吃肉 就叫我一声逃总 这是世界末日了吗 这是干嘛呀 这是疯了吗 全滴 我跟你跪一个吧 好吧 别滴了 我求你了 我真的是要疯了 这么年要去的话 我今天又又嫁不出去了 家常钱都要赔光了 不是吧 家人们 昨天晚上 几亿的股民 都在紧张地 跟娶大媳妇过门一样 今天来个高开 第一走就没了 新郎都站在门口了 新娘这个时候说 不嫁了 A50大跳水 港股大跳水 又开了一上午 愣是没敢买一个 现在还能买吗 不是说牛市吗 大早上买了十个股票 全部都可以 谁给我说牛市了 给我滚出来 去钱 这港股通真的给我搞疯了 我账户今天甚至早上 一度跳绿了 你们知道港股跌了多少吗 今天 怎么腾讯都能跌四五个点 哎呦 这个港股通太废了 就国庆的时候 不让我们动 只让我们看 一开盘就给我暴跌 我操作都来不及操作 是谁说的 今天开盘即收盘 这是我的小号 还有就是这个主力资金 为啥都在跑呢 给这么多呀 玩股票啊 今天早上买进去的吧 就是涨停买的 涨停买的 我去 那现在亏了几个点了 亏了六个点了呀 六个点多了 第一次买股票吗 就是啊 第一次新手的话 你不要这么买 新手经不起这么大的波动 一边打蛋糕 一边看股票 你今天做事情 你都没心情了 你看你 你偷了多少钱 偷了三万多 三万多 那你现在已亏了 两千多块钱的 他是个外卖员 早上急后拉后 冲进来五万块 本来是想整券商的 结果券商都是一字板 买不进 然后他就随便 整了一个招当舍口 五六个点的时候 干进去了 他本来以为能涨停的 结果没想到呀 不但没涨停 最高跌到七个点 他说我本来是想要 一个电瓶车就走的 没想到冲进来 第一天就搭进去一样 电瓶车 我真的 我当时听到我都笑疯了 我靠 这一波他们说了 要割的是90和00后 新的韭菜入场 就是什么时候 我们把这波市场 把00后和90后 吸引到忍不住了 进场了 那么他们就是 新的韭菜的养成 韭菜的养成是十年一波 那这一波的阻力 就是90后 90后因为他们还 比较鲜嫩 对吧 你可以杀他们一波 如果他们不入场的话 基本上你也搁不了人 今天太疯狂了 我软件又崩溃了 我都服了 开盘的 进家的时候还好好的 那一开盘 那一瞬间就给我提出去了 我现在小麦 卖不了 我这妈呀 这硬看着他 往下砸呗 吃过了 拜了个拜 大盘开盘 涨十个多点 我去他妈的 就涨这么高 我进去干嘛呢 我进去送死吗 不进去了 慢慢的看 慢慢的等 现在世界上最急的是两种人 一是国庆期间刚开户 八号不能交易的人 二是像我这种钱 存在那个银行里 他T加1才能取出来 我八号取 他九号才到账 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么的着急 我这急死了 而且我的疼还绿了 太可怕了 没结束国股票的老公 竟然在开户 我让他今天没事去医院 拿一下前几天 几天的结果 他不理我 扭头一看 竟然给我开上户了 也不知道他从哪儿 听了那大牛市 说现在股票 躺着就能赚 竟然还打算 把运检产检的钱 拿去加仓 说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点吧 现在不到全民炒股的时机 现在我家是全家炒股 我爸国庆期间 给我唐姐开了账户 给我妈开了账户 太疯狂了 如果今天要是开门红 那我们全家都赚饭了 如果要是 今天死无惨梦之地 那我们全家都赔得覆水难受 真的是非常焦虑的一个小时啊 冲高 冲绿了 今天有没有感觉到世间的险恶 今天开户明天准备入室了 是不是都梦屁了 怎么个情况啊 明天还入不入室了 明天入场呢 赶紧准备好子弹啊 解救今天高贵入场的韭菜 传说中的开盘纪长亭 好像没有发生啊 跳水冠军啊 我知道是服了 又是跳水冠军 9点8的时候 招我10个点 然后 然后就开始跳水 气死我了 本来赚6万多 6、7万块钱 现在就只剩下这么点了 然后 盘中 最低点的时候 我还减仓了 哎呀 我真的是服了 糟糟的玩意儿 8号全线涨停 我老公背着我偷偷借了20万买了股票 还是没能抵得住大牛市的诱惑 在甘肃青阳 每月工资只有3000的老公养活一家五口 去年生完三胎 我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今年令我粉花100万 付这70万买了房子 现在靠他一个人养家糊口 今天他回家跟我说了他买股票的事 还说这次大牛市全线飘红 我们能翻几倍 8号开盘 大盘将接近涨停板 但不会封住 大约在涨9%左右 那么下个礼拜到底买什么股票 看好怎么股票 我给出我的答案 上全部涨停 今天开盘几位于最高点买入了啊 这次投入了100万吧 买入的是电信运营商啊 A股中的另外一个巨头啊 具体个股不讲啊 另外小福家 小福 小福买入了 一只二线的银行股啊 银行股仓位很轻 既然有不少人贷款炒股 卖房超低了 这应该是最疯狂的一次流失 银行的大量存单都被抛弃 本来都是存三年五年的大额存单 现在大家直接连利息都不要 全部转让流向了风险资产 股市 我做贷款这么多年 发现最近有很多朋友准备贷款炒股 卖房超低 等着跨越阶级改变命运的 中国90%以上的股民都是不扔钱的 你怎么能有幸成为那10%呢 熊市的时候你没有增加筹码 你在牛市的时候靠这几个涨停板 加杠杆往里冲吗 这是极端错误的 不要被媒体的几个烟雾蛋给骗了 你看到的 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 冷静下来吧 完了完了完了 明天完了 明天彻底完了 明天股票彻底完了 买不进怎么办呢 千古场庭 我还没上车 我还没上车呀